各位网友大家好 今天是2021年3月13日 多伦多这个时间现在已经是12点半 夜里12点半 这是今天我做的最后一个节目了 刚才看了很多网上的新闻 大前世纪无奇无有 过去人们经常讲是妇女能顶半遍天 说筋骨不让蓄霉 现在是有很多的案件 很多的故事和女人有关系 给大家看看今天文学城发表了一篇文章 有三个女子乘坐出租 Uber翻成中文叫幽部 司机是位男士 结果遭到了三个女人的攻击 这个非常有意思 这个事在网络上肯定是热议 警方指出一名被指控攻击并抢劫了旧金山 结果Uber司机的女子周五 在美国的拉斯维加斯被抓了 拉斯维加斯堵城 本人去了 那里边天气很热 这个里边非常热闹 赌场很多 治安也不是太安全 说是有个24岁的马南西亚的女子 叫金 金色的金 因为涉嫌以腐蚀性化学 物质袭击和抢劫的罪名 串谋以及违反健康和安全 守折 被警察局逮捕了 所以为什么呢 就是因为发生这么一件事 这个司机啊 他是Uber司机 有这么三个女乘客上来之后 有一个坐在最后排 没有什么动作 前面两排 前面这个排啊 有两位女士 一位比较年轻 看这个网上的图片挺漂亮 另一位女士是黑人啊 皮色比较深 怎么回事呢 她上来之后 三个人 有一个人没戴口罩 司机是戴着口罩 现在防疫要求都要戴口罩 你不戴人家不拉你 这个司机就说 你得戴着口罩 你要不戴 我不能再往前走了 拒绝这个车载他们 其中有一个女孩就活了 就是一把就把她这个口罩揪下来 丢到这个座席前面 前面不用副驾驶 座位了 丢到那上面去了 然后而且 这个动作 神态啊 声音啊 反正都是很不礼貌 而且还假装咳嗽两声 说我有 这个我有病毒 我有病 就故意起它 更为恶劣的时候 还有一位女士竟然 用手来抢夺这个司机的手机 因为这个司机用手机录像 录他们这些 不雅的行为 大概就这么情况 发生了争执了 然后这几个人就下车了 不坐他的车了 矛盾升级 我不坐 走了 走的时候 最恶劣的 其中有一个女性 从口袋里掏出什么呢 这个叫辣椒粉喷剂 我不太懂啊 大概是女的防色狼用的 我看晚上有报道 经常有些人身上放的东西 就为了有人一旦骚扰他 他拿出来护身的 结果他喷到那个出租车司机 这个车里面去了 这个是很严重的事啊 这是胡椒喷雾 泥漫在车内 几乎无处不在啊 这个司机叫卡德尔 随之卡德尔报案了 那报案了以后呢 这个公司还不错 他所在的公司 给了他120块钱 让他清理这个车啊 但是卡德尔心里受到了创伤了 这有意义 这个司机真老实啊 这个这么点小事 心里是创伤了 要叫我就根本不会受这么伤 因为我这个做过了共产党的监狱 是不是啊 有了这个历练以后 你想从那个刑事拘留 到这个检察院 然后到法院 就是送到监狱 在劳改 在释放 经历这一圈以后 想这小事 根本 说心里话 心都动都不动 我要碰到这种事 根本就是当成一件很小的事了 但这个司机受不了了 举报了 警察这个 把他们抓住了 而且呢 最有意思是什么呢 就卡德尔这个行动 感动了无数人在网络上 竟然有人捐款啊 捐款总额六万八千七百多美金给他 让他修补心灵的创伤 给大家看看这个网上的图片啊 因为他这个汽车上有记录仪啊 所以说没有撒谎 是真的 这几个女人太熊悍了 你看 这是网上图片啊 今天文学城报道的 你看其中这位女士 这个表情动作特别夸张 你看 这个拿到法庭上 肯定输了 搞不好要坐牢了 这很严重的罪行在美国 不是开玩笑啊 这是一条消息 另外还有一条也和女人有关啊 这条 这个有的可能 情节和内容啊 我稍微委婉地谈一谈啊 就是有一个 这个特殊工作的工作址 特殊工作址 做特殊工作 我讲大家就知道了啊 一位女性挺漂亮啊 网上有一个截图啊 文学城 给大家看看 你看 很漂亮啊 这个女孩啊 是澳大利亚的 这个女孩叫米勒 二十岁的时候 她就发现自己和别人不一样 罕见的疾病 什么疾病呢 送子宫 畸形啊 有两个子宫 这很有意思 说身上还有 两个另外特殊的零件啊 然后呢 后来担任这个特殊工作了 那么我就不讲大就知道了啊 自己由于与宿不同 恰好可以把生活和工作分开 最精彩的语言呢 等最后再告诉你 大家啊 综合外媒的报道 说米勒的病症 是他体内有两个子宫 还有两个特殊的部位 代表呢 他会有两次的这个例假 使用卫生棉条时 也必须分成两遍 现年三十岁的他 过去从事特殊的职业 长达八年 风尘女子啊 说拥有两个零件 对他来说相当方便 不仅工作是 这个忍受度提高了 而且还可以接下更多的订单 也让他更直接的区分工作 和私人生活 你看这文章的表述 这次起得给人感到匪夷所思 说米勒表示呢 对他这个特殊的工作者来说 与办理拥有美好的 这个生活 个人生活是件不容易的事 因为他拥有两个器官 让他的私生活更加舒畅 舒适啊 也能减少工作带来的这个影响啊 米勒透露呢 自己的右边的这个部位 在这个心爱的过程中 更容易达到这个高潮 因此选择将其留作私生活使用 这个 这要表述这次 这有意思 由于害怕招来异样的目光啊 米勒不长将这件事情告诉客人 但也曾有人意外的发现了 其中包括一名副产科医生 说在这个交换的过程当中呢 察觉异样结果两人的姓氏翻眼病 成一场医学实验 相较资 下另一位客人则显得有些恐惧 甚至呢 强烈怀疑米勒是不是要接受 是不是接受过变性 手术化等等 说米勒的子宫大小只有正常人的一半 原来他那个小 这个医生也曾告诉他 该病症恐导致受孕几率较低 不过近期传出好消息了 说他反正怀孕了 目前正在等待小宝贝的出世 说米勒表示自己的两边的这个子宫啊 都可以受孕 或者甚至肚皮里能怀上两个年龄不同的胚胎 你这个真是奇特的事 为了让一般人更了解这种罕见的疾病 米勒在六个月前的一场募诀活动当中 他也开始募诀 首度透过什么呢 媒体公开讲述自己的故事 招致了人们很多人的这个议论 米勒表示 因为病症不会影响到生育 因此在怀孕后更愿意谈论这件事 他乐观直言 我真的不讨厌他 你看他以这种非常这个这个积极的一种 这个态度啊 对待自己这个特殊的这个特点呢 而且最最有意思这篇文章的题目啊 他说既然实际有两个子宫 他说一个我用来的工作 另一个用来享受 那么今天的海外七谈节目到此结束 非常感谢广大网友的收看 谢谢再见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